7点22分早安气象时间又是一周的新开始了 但是我要提醒观众朋友 本周天气变化比较多比较明显 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 首先来看今天是受到华南雨区带来一些水气影响 再加上晚上的时候有一个偏弱的东北季风要增强了 所以越晚降雨机会越高 连中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降雨出现 而在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 也会有零星降雪或者是路面激冰的机会 如果是要往山上走的话 特别注意安全 那么另外还要来看到的是 可能很多人已经忘记了华南雨区是什么了 也来帮您稍微科普一下 主要就是北方的冷空气跟暖空气 在华南地区交汇而出现了一些比较旺盛的对流云系 但是华南雨区影响我们的时间点 大多是在2到4月 而且影响的时间可长可短 但是在特征方面降雨是比较断断续续的 有时候雨下下来再加上冷空气的影响 可能就稍微会有一点凉意 而接下来一周的一个天气状况 也带您来看到了 在礼拜一到礼拜三的时候 主要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天气形态 不过从礼拜四到礼拜六开始 东北季风稍微减弱 转吹偏东到东南风 迎风面地区东半部会有些降雨 但是比较明显的是回温的状况 而且天气上还算是比较稳定 所以说如果您想要在农历年前打扫 礼拜四到礼拜六这几天要好好的把握一下 可是很快的在礼拜天会有另一个冷气团南下 所以说到时候温度会明显的往下溜 尤其我们提到了 礼拜四到礼拜六是一个回温的过程 所以礼拜天的一个降温会让您非常有感 除了北部东半部有雨之外 包含在其他地区可能也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 而持续带您来看到 这一波冷气团影响的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从地面图发现它的等压线很密集 代表的是风很强劲 而且强度是偏强的 目前看起来中部以北低温 会掉到13度 其他地区大约是14到15度 马祖7度 金门11度 而且有可能还会再增强 也不排除 有可能会达到强烈冷气团等级 这个部分还要再继续来观察 不过回到今天的天气状况 先带您来看三个降雨时段 白天的时候只有东半部一些零星降雨 但是随着午后到晚上开始 随着东北季风慢慢的南下 所以说越晚降雨就会越高 包含在整个中部以北 东半部都会有一些降雨机会 至于温度方面 今天各地都是在21到25度 感受是蛮舒适的 早晚当然还是会有点凉 但是明天在北台湾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温度稍稍下滑到20度 中南部地区感受并不明显 可是中南部地区 您要特别留意的 就是空气品质的部分了 今天因为属于被封测 所以说在中部地区 有些会亮出橘灯 那云嘉南以南 还有可能很多地方都会亮出 对所有人都非常不利的空屋红灯 因此我要提醒您了 今天出门在外口罩一定要戴好 防疫也来防脏空气 以上是这节的气象资讯 感谢观看